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另外一个衔接主题 叫做人体的免疫 这个在国中有可能有些变动 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学到 那我们先把一些跟免疫有关的名词先定义清楚 这些定义你就算生物没有学好 可是这些名词生活中都会用到 你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 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微生物 微生物看字面微小的生物体 最微生物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生物如果小到用肉眼看不到 要用显微镜才能清楚观察的 就叫微生物 所以微生物是指微小的生物 有些是病原体 有些不是 有些对我们来讲是好东西 好生物 是我们的共生菌 所以微生物没有好坏 它只是身体小 有些是寄生虫 有些是病原菌 有些是好菌 有些是生活中其他土壤中的小生物 它根本不影响你的 微生物是指微小的生物 第二个什么叫病原体 就是会让人生病的生物体 病原体就是指让人生病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名词 跟第二个名词有关系吗 就是病原体都是微生物吗 没有 像有些悲啊 蛮啊 有些吸血的东西 或是寄生虫 大型寄生虫让你生病 它们很大啊 根本不是微生物 所以病原体不一定是微生物 好反过来 那微生物也就是病原体吗 不是的 很多微生物不会让你生病 好所以微生物是指微小的生物 病原体是指让你生病的生物体 这两个名词没有关系哦 微生物不一定是病原体 病原体不一定是微生物 好第三个名词叫过敏源 它的第一更直接 会让你过敏的物质都叫过敏源 那过敏源都是病原体吗 不一定 因为前两个微生物或是病原体 指的都是生物 某种生物包含细菌 包含病毒或是寄生虫 它们都是生物 但是过敏源呢 可能是生物 也可能不是生物 比如说有人对什么 蛋白质过敏 有人对什么草啊 的一些碎片 一些灰尘过敏 所以过敏源是贩子 会让你过敏的物质 可能是生物 可能不是生物 好所以这三个名词 都没有直接相关哦 刚刚有问他说那病毒跟敏源体有关吗 如果这个病毒会让你生病 它就符合敏源体的定义 但如果这个病毒没有让你生病呢 就不是敏源体 很多病毒是不感染人的 它感染植物 好像烟草腺腺病毒 是烟草是感染植物的 不会感染人 它就不是人的敏源体 所以病毒可能是敏源体 但也可能不是 好先把一些常见的名词 做一下定义 好那我们先看这个总栏的表格 到底我们人类的防御系统在防什么 防的就是病原体 当然有些外物 它不是生物 比如说铁钉插在你的手里面 或是一些非生物的物质 跑在你的身体里面 我们把这些异物 阻挡或是驱逐或是消灭 就是人类防御系统的功能 所以这边又另外一个概念 防御系统是防异物 不一定是生物 因为会侵入到你体内的 有可能是生物 那就是病原体的 但有可能不是 比如说别人那些插在你的体内 它入侵到底体内 可能是灰尘 可能是杂质 好我们看看防御系统 防御外物 阻挡外物 防御外物的 包含我们称为三道防线 第一道第二道跟第三道 好这三道防线有什么有趣的点呢 第一道最简单 就是铜墙铁壁 包含皮肤 包含黏膜 或皮肤与黏膜的分泌物 好所谓的皮肤就是我们像外面 你看到一个人 你看到脸皮 手啊 身体啊 脚啊 这是外面看得到 就是皮肤 黏膜是指内表面 像鼻腔进去的鼻黏膜 口腔进去的口腔黏膜 十道表面的十道黏膜 胃表面的胃黏膜 小肠表面的小肠黏膜 大肠的大肠黏膜 还不止哦 还包含我们的泌尿色的道 你的那个膀胱里面的膀胱黏膜 尿道黏膜 所以皮肤是指外面 接触外面空气的 黏膜是指 里面的空间 鼻腔口腔消化道 泌尿生殖道 这些空间都会跟外界相通 所以我们的黏膜 也会被病原体入侵 所以皮肤黏膜 及其分泌物 像你流的口水 你流的眼泪 你的分泌的胃酸 都是第一道防线 直接在第一线 把你挡住 把你消灭 但如果这个外物 异物 入侵的体内 它进入到你的组织 进入到你的血液 这时候的组织跟血液 就会有第二道防御 来处理它 那我们将会解释有哪些 那这些系统呢 我们都叫它 非专一性防御 或叫做先天性防御 或叫做固有性防御 那这些名字 我赶快带过一次 因为一下出现好多名字 什么叫非专一性防御呢 就是来者不拒 你来我就攻击你 你来我就挡住你 你的皮肤会说 我只挡病毒 我不挡细菌吗 不可能啊 全挡 寄生从学挡什么都挡 因为只要可能会危害我的全挡 同样的你的组织跟学艺的免疫的反应 也是只要是义务 我就消灭你 我才不管是谁呢 就是我没有选择性 那这样的现象叫做非专一性 其实生物学常用非专一性这个名词 常常会造成误解 我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非专一性 或是所谓的专一性 它不是指一对一的关系 A攻击甲 B攻击乙 它不是一对一的配对关系 选择性它原始概念是具有 专一性的原始概念是具有选择性 就是这群生物我会辨识你 攻击你 这群生物我不认识你 我不攻击你 我有选择性 选择性就是这边所讲的专一性 如果没有选择性 就叫非专一性 所以专一性这个名词常常会造成误会 所以开始有些教科书把这个专一性 或非专一性改成特异性 特别奇怪 特异性 我会找出你 认识你 攻击你 这些我不认识 或者是我才不管你是谁 我都不认识 我都全部攻击 叫做非特异性 所以专一性其实就是非选择性 专一性防御就是我有选择 这些我认识我攻击 其他不认识我不攻击 那什么叫先天性 这也是大家常常误会的 很多老师或同学会觉得 先天性就是出生之前你就有了 我在胚胎发育时 我的皮肤就长好了 我的血液组织都长好了 所以在出生之前 我就有第一道跟第二道防线 那所谓的第三道防线 又叫做专一性 就是选择性防御 也叫后天性免疫 或叫后天性防御 有人说是出生之后才获得 这样子的观念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换一个名词你就了解了 其实先天性防御又叫固有性防御 固有性防御其实是比较好的说法 比较好的翻译 后天性防御又叫获得性防御 获得性防御比后天性防御更精准 它比较不会造成出生前出生后 其实这些免疫系统 这些防御系统跟你出生前跟出生后 是没有关系的 那什么叫做先天性呢 就是原来就有的 你身体本来就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有可能是出生前就有 有可能出生后才有 但是你生而就有 你诞生在世界上 你本来就有这样的功能 你本来就有皮肤 你本来就有血液 你本来就有组织 你本来就有这些免疫系统 本来就有攻击 叫做固有性 原本就有的 那后天性不是指出生之后 它则是获得性 就是原来没有 你必须先接触某种病原体 你身体在 我认识你了 我产生某种免疫系统来攻击你 本来没有 被你感染被你刺激 我才产生的 因为我感染你 我就获得了这个能力 所以叫获得性防御 所以先天跟后天指的是 本来就有 跟后来因为接触了之后 你才有这个防御能力的 叫做后天性 所以跟出生前后 没有关系 原来就有 跟因为被刺激 而后来获得的 叫获得性防御 好 那第三套防线呢 主要指的是淋巴系统 就是你身体里面的淋巴细胞 那这我们在高中课程 有一支选修时候 会讲得非常仔细 我们这边就提到这边就好 你的淋巴细胞 它是会选择性的辩认 它攻击的对象 而它的攻击不是一开始就有 它必须被刺激 被感染之后 才建立起这样的防御机制 它是后来才获得的 所以叫后天性 或叫获得性 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好 那我们一一很快把 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介绍一下下 由于是第三道 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好 第一道防线呢 就是皮肤跟黏膜 皮肤就是你外面 像我旁边画的这个 很简单的人像 虽然有点丑有点怪 但是它就是人像 好 外面白色的线就是你的皮肤 皮肤有角质层 可以抵挡病原体入侵 好 可是往后掌 你的鼻腔 到你的气管 到你的肺 表面叫做呼吸道黏膜 好 口腔进来 到你的食道 到你的胃 到你的小肠大肠 这叫消化道黏膜 好 你的膀胱出来到尿道 这是逆尿 生子道黏膜 还有生子道 就是男生的尿道 到里面的疏 尽管 女生就是阴道 这些表面都是内表面 叫做黏膜 好 那黏膜呢 没有角质层 那怎么办 病原体很容易经由黏膜入侵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们常说 病从口入 为什么 因为皮肤很厚 可是口腔未知到 那些黏膜很薄 又没有角质层 所以很多的病原体 会从呼吸道 或是消化道 或是密尿生子道入侵 就让你尿道发炎 然后胃发炎等等 反而皮肤要入侵比较难 除非你有伤口 或被蚊虫叮咬 它才有办法进来 好了 那这些皮肤 或是这些黏膜层 透过皮肤的角质 或是黏膜层 所分泌的分泌物 来抵挡这些 外来入侵的异物 比如说我们的 破疫中 会有一群酵素叫 龙菌酶 那顾名思义 它会让细菌 融掉 融解细菌的酶 只要知道这就好了 它对抗细菌 可是龙菌酶 到底是 怎么对抗细菌的 等到我们高中 就会细讲了 简单来说 它会把细菌的细胞壁 融解掉 当细菌没有细胞壁 就容易死掉了 就是把细菌 容易弄死掉 那我们分泌的消化酶 包含了胃 胃蛋白酶 你的小肠 你的胰臟 分泌的这些消化酶 消化酶会分解食物 它分解糖类 分解脂质 分解蛋白质 你可以想象你的病原体 细菌病毒 寄生虫 它们也是由 蛋白质糖类 跟脂质 所组成的 所以它们也会被 有些病原体进入到嘴巴 反而被我们消化到分解 变成你的养分 那胃酸是一种 化学性的防御 因为它非常酸 PH值可以低到2 很酸 碰到你的手还会腐蚀 你可以想象 一般的细菌病原体 寄生虫 碰到很酸的胃酸 就会酸死 所以胃酸也是一个 很强的 一个杀菌的一个功能 那也是我们的 皮膜分泌物 就是指粘膜分泌物 胃粘膜分泌胃酸 胃酸就有杀菌的功能 那我们再看第二道防线 如果今天病原体或外物 进入到你的组织跟血液 我们有一群细胞 叫吞噬性的白血球 它会吞这些外物 它就经由吞噬作用 把这些外物吞掉 吞到细胞里面 就把它分解了 那这些外物就被分解 另外一种反应叫发炎反应 就是当你的细胞受伤了 可能被感染 可能被撞击 可能被电击 只要细胞不认什么原因 受伤了 它就会分泌一群物质 这个物质呢 就会让附近的文学管开始扩张 各位想想 我这边的文学管扩张了 文学管变胖啦 变宽啦 这不流进来的血液变多 流进来的血液变多 就在把你这个区域 血液进来这样变多 所以看起来会红红的 因为血液是红色的 好那血液进来多了 血液带来体热 因为血液是热的 所以摸起来会热热的 那血液来的 血液会带来这些吞噬性白血球 那过多的血液 它的水分会挤在你的组织 会造成组织有过多的水分 血液有包含水 所以当你血液变多了 它会带来更多的水 这些水就从微血管 被挤到组织 组织就累积很多的水分 我们就称这个信号叫做 组织水种 好你就想像 哇这边受伤了 我们分泌了发源介质 引发附近微血管扩张 带来更多的血液 带来更多的热量 带来更多的突出进白血球 然后又造成组织水种 这个组织水种 怂起来就压迫到附近的 痛绝神经 你就觉得好痛 这样的反应我们叫它发源反应 通常发源反应有四大有名的症状 就是红肿痛热 为什么会红 因为这边血液变多了 为什么会走 因为组织水种 为什么会痛 因为压迫到痛绝神经 为什么会热 因为血液带来过多的体热 所以就目前会热热的 红肿痛热 不过还是理性一下 虽然发源反应 是生活中还蛮常见的一个状态 但是发源反应不一定会 四种反应红肿痛热 都会发生 其实不一定 你会发现有些人 我被围纸钉了 我肿起来了 有红有肿 可是我不会痛 这是有人不会痒 但有人是好痛 但是没有红也不热 所以红肿痛热不是四个都一定发生 要看你那时发生的状况 不过这些功能都是为了帮你 这个组织血液变多 带来更多的养分 带来更多的氧气 帮助组织快速修复 然后这些血液又带来吞噬性白血球 来吞掉未来的异物 当然也会带来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 淋巴细胞 来帮助你递生到防御 后天性的专一性免疫 也进行入侵病原体的攻击 就是帮助你攻击 血流量增加 最后就是发烧 如果你今天感染了或是严重的发炎的时候 像刚才提到休克 休克其实很够长 休克到时候要看你是怎么样的休克 有些休克会让你心脏会停止 所以休克很多意思 那发烧为什么要发烧 让你全身体热上升 是这样子 因为绝大部分的病原体 他们平常在外面生活的环境都是室温 他们可能喜欢23度27度 温度一提高 比如说36 37 他们觉得好热哦 我喜欢23 27的温度 或是35 36我还可以 那你温度上升到37 38 39 这些病毒跟细菌会觉得好热哦 一热它的酵素活性反而下降 可是人类本来就是37度的核心体温 你的温度上升两三度 你反而酵素活性会增加 你细胞活性会增加 所以为什么要发烧 发烧是个特殊的状态 全身体温上升 你自己的免疫细胞 酵素活性很强 细胞活性很强 你的战士们充满活力 但是外来的病原体 好热哦 受不了 开始活性下降 开始分裂变慢 防御变慢 所以让你身体创造出一个 对我有利 对外来入境者福利的现象 所以发烧其实是帮助身体 对抗病原体的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好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大家讲 如果你今天的发烧 没有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品质 比如说我今天要面试 我今天要考试 我今天要社团活动 我今天要相亲 结果发烧了怎么办 赶快吃脆草药 因为你要做这个重要的工作 但如果今天我今天没事 你就让你的体温 维持在适当的高温 比如说38.5 那就维持 因为这样会帮助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酵素活性变高 细胞的活性也比较好 可以让你的身体 比较快的消灭病原体 还帮你的组织可以修复 被感染的受伤的组织赶快修复 除非是这样 那除非是你体温症太高了 高到已经会不会有后遗症 或者是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 才考虑吃退烧药 好 那这边也补充了一件事 就是 找到有人说 会不会因为发烧发过头 而产生脑袋烧坏 这种问题 跟大家说 其实那些都是误解 你会听到一些例子 说有人小时候因为发烧 然后现在的智能开始出现障碍 好 你要回去追他的病史 不是发烧 体温过高 而让他的神经系统失常 而是他当时为什么发烧 常常是脑发炎 被病毒感染 好 那我的脑 或者脑膜发生 很重要的 很严重的感染 我是因为那个感染 而让我发烧 好 那过程中 你的脑因为发炎了 所以脑的细胞开始 脑细胞 神经细胞开始出现坏事 那就出现智能障碍 不是发烧 让你产生智能障碍 而是你的脑被病毒感染 才造成智能障碍 所以因果要搞清 通常来讲 一般的发烧到40度 不太会影响你的智能发展 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 或是你在发烧过程 有别的其他的发炎反应 伤害你的神经细胞 或是有病原体入侵你的脑部 感染你的神经细胞 才会造成神经细胞死掉 光是高温期是不够的 所以要理解清楚因果关系 好吧 那我们再往下 今天讲的主题是 第三道防线 是由零八细胞过程 那你看它是获得性名义 不是一开始就有 你必须先接触异物 我们细胞 哎呦这个异物没看过 它只编了你 哎呀原来你长这个样子 好我记住你了 认识你了 好我记住你了 你下一次来 我就认识你了 这不就专因性吗 可以选择性的编了 那其他比如说 今天我被A感染 我认识A了 下次A再来 我认识你 我就攻击你 这叫做专因性选择性 但如果今天被A攻击过后 我记住A咯就B来了 你谁啊不认识 你对B就没有反应 因为你还不认识它 必须要有别的零八细胞 重新辨识B 然后第二次B再来 你才会获得对B的免疫反应 所以A要得到A B要得到B 有专因性的 然后不是一开始来 我就能攻击你 必须你先来认识你 你第二次来 第三次来 我就会攻击你 获得性免疫 或叫做后天性免疫 它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那我们来看看 它的性质有什么 第一个 如果我们在讨论 所谓的第四套防线 常常教科学书 会调列出一些 所谓的后天性防御 所谓的专因性防御 还有一些性质 第一个常被讲的性质 叫做敌我辨识 就是要辨认 这是我们自己的细胞 这是外来的细胞 你不要杀错人 就杀到误杀良民 好 这个过程 你必须要在陪杀时 要赶快建立 就是这是自己人 不要杀 这是外人可以杀 如果你这个功能 没有建立好 如果没有建立好 会发生什么事 你的免疫细胞 逢人就杀 杀自己细胞 这叫自体免疫 是一个很麻烦的疾病 你的身体 开始攻击自己的身体 那就不是很好 这叫做敌我辨识 你要认出 这是自己人 不要杀 那是外来的要杀 这是第一个性质 敌我辨识 辨认出自我与非我 第二个叫专一性 就是选择性 因为不同的外义物 不同的义物分子 它们结构都不同 像这个病毒 它表面的蛋白质长这样 这个病毒蛋白质长这样 每个蛋白质都长不同 我就辨认这些 特定的义物分子 辨认好就攻击你 无法辨认就不攻击你 有选择性 第三个叫独样性 各位可以想象 A089攻击A这个病毒 B089攻击B这个病毒 那如果全世界有10万种病毒呢 那我们的系统只能攻击A跟B吗 不行啊 所以你就想象 如果我今天我可以攻击10万种病毒 是不是代表你体内就要有10万种 相对应的那个淋巴细胞 A攻击AB 攻击B C攻击C 编号10万攻击10万 跟编号9000攻击9000 所以这叫做多量性 你的那个淋巴细胞 必须要很多种状态 比如说编号1到1万 1攻击1 2攻击2 所以外物异物很多 你身体里面的淋巴细胞 你要各自很多 这叫做淋巴细胞 有各种不同的状态 各自辨认不同的异物分子 这叫多样性 最后一个很重要 叫记忆性 我们不是说第一次你来 我就攻击你 我就会记住你 你就是A哦 我就专门辩论你哦 下次你再来 你是A 我又是你 傻了你攻击你 这叫做记忆性 曾经被你感染 我就记住你了 你下次再来 会不会有辩认出来 把你杀掉 这是第三道防线很重要的性质 叫记忆性 曾经辨认 后来就很快的找出你 把你杀掉 把你攻击 所以同样的病原体进来 通常第二次第三次 会引发又强又快的免疫反应 甚至那个病原体一进来 都还没感染细胞 就被杀光 因为你们怎么认识我 还把我杀掉 第一次来就比较不会 第一次来 没有人认识我 我就作威作福 但你第二次来 第三次来 这个身体里面 已经有细胞会辩论你了 一旦你来 找出你来 专一性辩论出你 就把你杀掉了 这叫做第三道防线的四大性质 自我与非我的辨识 具有选择性 然后我们身上的免疫细胞 很多样 另外还有记忆性 曾经感染过 我就会记住你的样子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记忆性 在我们生活中 有哪些应用 你可以想象 我们的免疫系统 曾经辨认你 你下次再来 我就认识你了 我们为什么不善用这样的技能 这样子的性质 我担心你被某种病毒感染 比如说我们最近流行的COVID-19 那我可不可以把COVID-19的 病毒表面的某些蛋白质 先打到你的体内 让你的免疫细胞 哎呦 怎么有蛋白质开始辨论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了 你身体先建立起这个记忆性 这是病毒表面的蛋白质 我打到你体内了 这是传统的疫苗 是这么做 你的身体建立了 这些记忆的细胞 我这些细胞记住你了 等到真正的COVID-19病毒 到你体内 你的细胞说 这个蛋白怎么认识 就抓住那个病毒的蛋白质 我杀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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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毒会觉得莫名其妙 我第一次感染你 你怎么会认识我 这病毒会很措手不及 他会觉得 我没有来过啊 你怎么认识我的 这时候我们身体让他说 人类科技进步 我们有办法 先复制模仿你的 特别的分子 先让我们人体的细胞 先辨认 不一定要真的病毒来 我们先训练我们的细胞 辨认这个特定的分子 等到真正的病毒进来之后 你有这个分子也杀死你 你有这个分子也杀死你 我们就不用真的被病毒感染 我们身体就建立了记忆性 这不是很棒吗 这就是疫苗发展的概念 所以疫苗就是 我让身体先接触 不会让你生病无病原性的病原体分子 那当然技术很多种 有些是直接把COVID-19的蛋白质找出来 然后打到人体内 这就是传统疫苗 但有人是把COVID-19病毒的RNA拿出来 打到你体内 让RNA想办法变成蛋白质 那你身体还是产生了病毒蛋白质 你就辨认它 那这些疫苗当然就是比较安全 它不是真的病毒 透过记忆性质 我们就发展出疫苗了 那就是这样 你接触了这个病原体 或是人造的相关的蛋白质分子 我们的细胞就会 对它建立了这个记忆的性质 等到你下次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快速地把你扑灭掉 那就没办法反应 就被杀掉了 这就是防范于未然的一个性质 那我们很快带过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疫苗的时候 疫苗是病毒还没进入到体内 我先建立好 等到病毒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预先把你杀死 就是很快把你杀得掉 所以在我们目前 人类医学发展了这么多年 从几千 一两千年开始发展到现在 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 疫苗是目前人类医疗手段当中 唯一可以预防疾病的 有发现吗 所以疫苗为什么那么重要 在你还没有发生疾病之前 我就预防了 其他的医疗手段都是 你感染了 你生病了 你发烧了 我才想办法救你吃药 然后做手术 都是事后处理 但是疫苗是你感染之前 我先让你有这个能力 所以它的成本低 效果好 而且可以防范于未然 未然你可以不用生病 先建立起这个免疫的机制 那我们现在用这几个图 我来看看这个疫苗的性质 假设我现在打某个疫苗 这疫苗代表是 某种病毒身上的特殊的分子 打进来之后 在这里 第零天打 结果你身体就有细胞 开始变得你 这个蛋白质长什么样子 变得你变得你 隔到大概可能这一天 第三天吧 你身体一面开始出现了抗体 其实抗体就是地生道防线 所谓的淋巴细胞所产生 就代表打这个外来的分子 三天之后你身体开始产生抗体 抗体越来越多 这时候叫做你第一次对于分子进行攻击 是第一次 就结束了 你身体就建立这样子的细胞 也建立起这个记忆的性质 等到你的疫苗在这边 第二剂我是第28天打 一打之后我把线画出来 这是第零天是第一 第一剂 然后产生第一剂的反应 你看我现在打第二剂 结果产生第二剂的反应 我发现吗 第一个是时间好短 第二个是反应好高 这就是记忆性 第一次接触反应好慢 我不认识你 慢慢编论 反应很慢 反应很弱 但是一旦我记住你了 你再来 我快把你消灭掉 所以反应是来得又快又急又大 所以连病毒都还来不及 刚才你才刚进入你的体内 很快就被消灭掉 好那这是我们的疫苗角 把这个宣化出来 这是疫苗角 那如果你在疫苗角反应很大的时候 我注射了疫苗仪 这是疫苗仪 好疫苗仪是另外一种分子 它要从头来 哇慢慢记闭 慢慢变了 慢慢建立 所以它的反应一样很慢 而且很小 记得哦 专一性 对于A我建立记忆性了 但B我还没 所以这次打B 我会 B是第一次 所以它的反应会比较慢 反应会比较弱 那等到你第二次打B 第二次打E的时候 反应就会变得很尬很急 这就是专一性记忆性的性质 好那我们换另外一个图来表达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特殊的蛋白质分子 接触特殊的病原体分子 哇好久之后才有弱弱的反应 这是第一次 但是你只要经过第一次 你身上就会建立记忆性 等到第二次来的时候呢 会很快的 哇马上的反应又快又急又猛 那你的病原体就被你消灭掉 好 透过第三套防线 后天性免疫的记忆性 我们就发展出疫苗 这个很厉害的医疗手段 以上这是我们对于人类的 免疫防御系统的一些介绍 好那我们现在想要回到我们生活中 为什么我们要学人类的免疫呢 那我看到有人留言说很棒 就是我们透过发展疫苗 人类把其中某种疾病消灭掉了 那个疾病叫天花 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发展出疫苗 其实天花也是很早就发展出来的疫苗 我们就可以对抗天花 天花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的一个 被人类宣称被人类消灭掉的疾病 你可以看人类医疗发展了一两千年 我们才消灭掉第一个疾病叫天花 我们透过的方式是打疫苗 就是打牛洞 好那其他的疾病都还没有消灭 光是疫苗 因为这些疾病也很厉害 它会突变 它会做别的演化 所以目前人类还在跟这些疾病对抗 我们目前唯一消灭的疾病叫做天花 好那我们来回到生活中 为什么我们要学人类的免疫 它对于一个高中学生有什么重要性呢 因为免疫直接影响我们生活中的疾病 好那我们问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我们每年都有人感冒 奇怪我今年感冒了 到底说我有记忆性呢 为什么明年我又感冒了 为什么我后年又感冒了 不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有记忆性吗 为什么我年年都感冒呢 好这个问题先解释 为什么我今年感冒了 我没有办法终身免疫 因为感冒是什么你要厘清 你有可能今天发烧了 我感冒发烧了 你明年会两个月后 我又感冒发烧了 有可能是不同的原因 你可能第一次发烧是被某种细菌感染 你发烧了 第二次是某种病毒感染 第三次是另外一种 就是有的是心理压力很大而开始发烧 或是可能严重发炎而发烧 你就说自己感冒 所以感冒的原因太多种 好我现在讲的是一般感冒 所以你有可能 为什么没有中生免疫 因为每次感冒都是不同的原因 记得吗 专一性啊 所以你虽然有记忆性 但是你每次感冒的原因都不同 好那同样的问题 那我不要管感冒 我就专着某种病毒 流行性感冒病毒 它总是某种病毒了吧 那为什么我今年也得流感 或是我今年打流感疫苗 我明年还要打 我后年还要打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流感病毒 它今年的蛋白质长这样 明年可能变另外一种 后年可能是另外一种 因为病毒很容易突变 它一突变之后 它的蛋白质就不同了 所以今年打 今天我打的是 X这个流感疫苗 好今年流行X 你就打疫苗 今天有效 今天有效 可是明年流行的是另外一种 叫做Y流感 所以流感病毒会不断的突变 每年流行的都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每年都要打呢 因为每一年预测流行的病毒株都不同 每一种病毒株 它的蛋白质结构都不同 所以专一性 你至X我辨认 可是Y我就不辨认 所以如果今年疫苗打错了 今年对于流感的防御能力就会下降 所以你常常看新闻会说 哇今年的那个买那个世界上 WHO或是各个专家 预测今年可能会流行哪一个病毒株 他就要预测 然后各个就要买好 如果猜错了 那今年对于流感的防御就会下降 今年可能因为流感死亡或重症 基于就会上升 那就会有一群专家来评估 今年明年会有哪些病毒株流行 这些专家都是专业 他们都是公共卫生的专家 要看很多资料 大数据来整理 可能每一年流行的对象是不一样 第二个 为什么要追加疫苗 像有时候打一些疫苗 这是打你第一剂 再打第二剂 再打第三剂 为什么呢 不是说疫苗可以终生免疫 为什么要打这么多剂呢 我们回来看这个图 大家可以解释一些些 因为你打的疫苗 是打病毒的一些蛋白质 或是它的一些分子 它的效果可能不好 也就是说 你虽然打的是病毒的那种蛋白质 因为是人造的 人造的总是没有天然的好 天然的最好 但我人造出来之后 我打到人体身上发现 我打了之后 我们的细胞会辨论 但是辨论的反应很弱 效果没有真正的病毒好 那你要打真的病毒 当然不要了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折中方案 既然我的疫苗不够强 我就不要只打一次 先打第一次 你的反应好弱 再打第二次反应强一点 再打第三次反应强一点 想到什么程度呢 你可以想到第一次 可能弱弱地拿下来 第二次强一点就下来 第二次强一点就下来 第一次更强 当抗体的浓度 可以维持20年30年 所以这些科学家 在做疫苗发展的时候 他要经过测试 你打一剂 你的抗体浓度上升了 但是一年两年后就下降 那你抗体下降到某种程度 就没有 第二剂 第二剂呢可能5年时间就下降 打第三剂可能隔10年来下降 也会死掉啊 你今天建立起来的这些厉害的细胞 它会随着年代慢慢衰减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疫苗 好吧 厉害一点 20年30年可以维持这么长的 免疫的防御力 可能30年之后 它可能就没效了 所以现在有些医生或学者说 你要监测某些疾病的疫苗的效果 有可能你在小时候打过的疫苗 也许到40岁50岁60岁 可能还要再追加 来维持你下半身 你的抗体浓度要维持 但有些疫苗很强 有些疫苗超厉害的 再打一剂 一辈子的抗体浓度都很高 好 这跟疫苗的制作 跟疫苗的特质有关 不同的疫苗它的成分 它的阻剂 它的性质都不同 所以都要经过长期的研究 你才知道这样的疫苗 可不可以维持比较长的效果 这是疫苗 为什么要追加 因为有时候一剂不够 当然 如果你这个收入科技公司 你发展出某种疫苗 打一剂 就可以一辈子 维持高的抗体浓度 你在市场上就很有竞争力 你的股票 就会上涨 就是这样 所以各国的各药厂 都希望可以发展 一剂就很强 但是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有些吉利 很难发展疫苗 好 那既然这样 我就退而求其次 打4剂打5剂 那效果一样好 那还是可以防御这个疾病的 好 那最后一个是生活中的一个议题 常常打流感疫苗 有人会说 医生我打的是几架疫苗 我打的是三架 我打的是四架 那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疫苗就是病毒的蛋白 表面的蛋白质分子 让我们的免疫细胞去辩论 可是一颗病毒上面的蛋白质很多种啊 我干嘛只要挑一种 我可以挑两种三种啊 那如果今天我挑了三种 我三种让你的细胞辩论 我只要攻击的其中一种成功 这个病毒就被杀掉了 所以我的免疫细胞可以辩论出更多种的分子 不是更厉害吗 如果今天的疫苗 只有三种流行性感冒表面的蛋白质 分子就三种 那就叫三架疫苗 四架疫苗就是 除了这三种之外 我另外加了一种 有四种流感病毒表面的蛋白质 所以换句话说 是不是价速越高越好 我打的蛋白质越多样 让我的身体去辩论的种类越多 我是不是更能防御 这些流行性感冒的路纪 也应该算是这样子啊 可是为什么不再上去呢 成本 你每家一个不同的蛋白质 不同的分子 成本马上增加很多 所以四架当然比三架贵 所以你越多架当然越贵 贵到健保没办法挤 然后也不容易买到 因为太贵了 也没有药厂愿意做 那你就知道说 大概有几个 几架 三架四架五架 你可以挑 那当然价格就不一样 好 以上是生活中跟免疫有关的那个事情 我们就透过学人体的免疫 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免疫对生活这么重要 因为它直接跟人类的疾病 有直接相关 那是人都会生病 所以越了解自己的防疫系统 越能够理解 我们如何来面对 这些病人体这些疾病 我们如何保护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 人体的免疫系统 先说明到这边 就这样子就像我一样的疾病